其實我今天要特別帶著 我希望這個導播要我替邱明玉再拍個鏡頭 他兩件事情我都印象非常深 第一個就是健保卡實名制 他先講侯友宜跟進的 第二個就是電鍋可以外銷 如果他懂得說用電鍋去爭的話 他需要電鍋啊 歐洲很多地方沒有電鍋啊 電鍋剛好這個時候可以整個行銷出去 口罩缺電鍋也缺 對啊 如果說你真的懷有配極字 你只要點出來哪個單位哪個 把口罩暗港起來 那當然全民都要公敵 全民都要指責啊 可是你只是建議說怕暗港不透明 所以要用配極字不要排隊買 那個搞不清楚 已經做了這樣 大家都已經信任了 而且我不客氣講很快就是會到十片啦 因為林靜宜醫師也在這裡好像有一點意思 他講一十片的話你們來贏了是不是嘴巴給我塞住 這產量夠了 如果一天兩千萬片 那十片算什麼東西啊 可是這個時候關鍵的時候 我是希望你是個媒體你好歹還是個媒體嘛 你講話要有真平實際對不對 你不能用隱私來用想的 你看看他到今天武漢解封他放在裡面這麼小一塊 而且還說他是成功的 他三招啊 封城 第二個解放軍資源 第三個普篩 所以他要我們學習就是這樣 吳思懷我不是講 吳思懷就是要我們做這一套啊 軍隊要支援啊 要普篩啊 然後要封城啊 不要老是跟著中國 中國今天已經面臨這個困境 我們還要去跟他學嗎 我希望國民黨這些委員腦筋清楚一點 江啟臣好好在關鍵來訓練 一個革命實際研究院叫樓志強去搞那些什麼募款 有的沒有用處 把你的立法委員搞像樣一點 人家才能佩服說你這個黨有革新嘛 再來關心的武漢肺炎重創美國有37萬人確診 1萬多人死亡 美國總統川普痛罵WHO搞砸一切 犯話將要啟動調查 停止捐款給WHO WHO拿美國前確替中國辦事給錯誤的建議讓川普氣炸會這麼神氣不是沒有原因 WHO1948年成立主要進行流行病地方病防治 公共衛生宣導資金來源多來自美國 根據全球健康政策網站最新數據顯示 2017年美國捐贈超過90億美元 比爾蓋茲60億英國35億日本21億德國20億 但中國卻只有9億和美國相比差了10倍 他們說錯誤了 他們說錯誤了 他們失敗了 他們失敗了 他們說過幾個月 所以我們會看得到很嚴重 我們會把錢花費到WHO 我們會把錢花費到很強烈 我們看到因為美國疫情非常的嚴重 都已經確診接近40萬了 有1.2萬人死亡 今天都傳出美國紐約的外海有一個小島 都要當成是他們埋葬死者的一個地方 所以情況非常的淒慘 川普總統就痛斥WHO偏袒中國搞砸防疫 他就說因為WHO太輕忠 沒有一件事作對 要凍結WHO的經費 我們看到美國參議員他就講了 如果WHO不改變 下一個撥款法案就不會給WHO一毛錢 同時我們也看到 美國前白宮的首席測試班農都說了 即使不涉及說中國 即使不涉及生化武器 或是實驗室的外泄 就引力疫情和延後通報等罪責 應該要對中國政府進行扭輪保釋的審判 等於是用對付戰犯的方式 煌哥怎麼看這樣的情況 美國真的有辦法來整頓WHO嗎 美國的國會現在有一股很強大的力量 今天也通過正式的提案 就是要對WHO進行調查 那顯然目的就是鎖定譚德賽 大概美國國會這一波的動作 可能要搞到譚德賽下台才會停 那美國在這一次裡面其實也吃了大虧 其實不只WHO 現在很多聯合國底下的組織 包含這個IQL 國際民航組織 或是國際行政組織 Interpol等等 在過去這10到20年之間 幾乎都被中國掌握 你看我剛剛講的那幾個組織秘書長 都是中國籍 幾乎都被中國掌握 這是美國一個全球戰略上一個很大的失誤 因為過去這10到20年 美國認為這些國際組織無用論 你又沒什麼路口 可是他捐最多錢 對他捐很多錢 結果讓中國人入主這些組織 這個我曾經問過 我問過了解這個國際組織 他跟我講 他說像美國 歐洲 日本 這些比較文明的國家 他不像中國這麼不要臉 中國是 我給了你幾毛錢之後 給你一點點錢 我就拿這個錢來威脅你 你拿我這麼多錢 你要聽我的 但是美國 歐洲 日本 這些比較文明的國家 他們覺得說我們國家有能力 在這個國際組織貢獻一級的力量 他覺得這是我們應該盡了義務 他不會拿這個來要挾那個國際組織 但是中國會幹這種事 所以過去十幾二十年 就是因為中國這樣子要挾 所以幾乎控制了 全球絕大多數的國際組織 那這一次當然是針對WHO 那我相信在這一波的疫情過後之後 因為現在各國忙著自己在處理自己的疫情 在這波疫情結束之後 我相信全世界主要國家 特別是民主陣營的國家 對中國一定會採取一致的行動 而這個一致行動的起跑點 就是這一次的疫情 那能不能告上國際法庭 能不能類似進行像二戰之後的紐倫堡大省 這個我比較不敢不敢講 因為這個是不是有困難 這個牽涉到國際法很複雜的東西 因為畢竟中國這個不是我們看得到的戰爭行為 除非你能證明說這個病毒是他故意放出來的 就進行生化戰 那就叫戰爭行為了 但是在目前為止證據不夠 但是我想世界各國對中國的抵制跟制裁是必然 而其實這個最直接的方法很簡單 你今天只要幾家指標性的大企業 他只要宣布說我把生產線撤出中國 中國就垮掉了 因為中國現在的失業率別忘了 他現在失業率已經開始在往上飆了 你一旦這些國際級的大廠當他離開之後 他的失業率更嚴重 而且你知道嗎 習近平犯了一個非常嚴重的錯誤 他因為急著要復工 他怕中國經濟垮掉 所以他不管疫情 可是現在復工到現在也快一個月的時間 你去看看中國的這些工廠 其實復工情況並不好 為什麼呢 因為沒訂單 因為歐美根本沒下訂單 你知道付什麼工 他們現在疫情這麼慘 沒有訂單 你看吧 那個很有名的浙江一個地方叫義烏 是不是 就專門做那種小物的小東西的那些 他們現在只剩下生產一種東西 叫做口罩 其他東西通通沒有訂單 因為歐美不給你訂單 那你是要生產什麼 所以中國的復工的如意算盤 顯然也沒有打通嘛 所以接下來就等這一波疫情 假設如果說在暑假之後稍微減緩的話 我相信包含英國 法國 日本 美國 可能都會集結起來跟中國算這筆帳 來我們看到 因為美國是WHO最大的資助國嘛 資助的多少呢 我們看到有1.1億美金啦 這是2018年的這個數字 日本是4800萬美金 大概是占到一半 中國是3967萬美金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美國確定要去凍結這個WHO的這個資金 那只是會產生什麼樣的這個影響 英國的外交委員會也說啦 建議成立這個G20的公衛組織 但問題是有辦法把中國排除在外嗎 定義委員怎麼看這未來的國際趨勢的發展 這兩天有一些新聞 我剛才在看一個片段是Fox News 他訪問的是美國白宮的經貿辦公室主任 這一個Peter Navarro 那他是川普的經貿測試 那裡面提到兩個件事情 第一個事情是福斯新聞特別提到說 紐約時報報導美國打算在國內起訴中共 原因是中國在1月初 就禁止設在中國的3M工廠 禁止他輸出口罩 意思好啊你早就知道這個口罩可不必須品 你還不讓世界知道 而且引力到2月份大概有五個禮拜 全世界搜刮了22億片口罩 呼吸器所有的器材買光了 所以這個福斯新聞報導說他這個 這個導致什麼情形呢 懷疑是有預謀的 所以他認為是戰犯 懷疑有預謀 那這個Navarro他說有沒有會起訴他沒有參與那個討論 但是這一個收購的過程 隱匿的過程證據是非常確証的 想想看有多少在意大利在西班牙在英國在美國的醫護人員 因為沒有口罩過世 多少人因為沒有醫療器材過世 而你明知不告訴大家自己還派人哦 專程到全世界搜刮所有的醫療資源 這是不是一個犯罪行為 那他講了一句話 Navarro他他相當程度代表白宮講了一句話說 白宮一定會有新的方法來因應 今天早上我是先看到川普他兒子的Twitter 那個有時候看不清楚 因為他也知道Donald Junior Trump 我說川普就出來罵人了 不是他兒子分享 再點回去他分享他爸爸的 講的這就是講WHO 我付了你最多的錢 事實上包含聯合國美國出了五分之一 包含國際行政組織 美國也出最多 我都出最多的錢 結果你們都是以中國利益為中心 我要好好檢討這錢該怎麼花 那這裡面就先到兩個部分 如果你不恢復到這個組織的全球性 那美國幹嘛給你錢 我乾脆自己組一個Foreign 就像3月31號 美國的國務院派了高階 這個不是某一個委員諮詢達成的 這很多人努力達成 跟我們的國安局高層 開會討論要成立一個 辦一個論壇 讓台灣去報告防疫的作為 而這個東西如果變常態化 它就變成一個衛生防疫的組織 但我平常講 我們在節目開錄前 我還跟黃醫師也在聊這個話題 防疫不太可能走單邊 也就是說這個世界如果有一個國家 就好像我們台灣 你把我們排除在外 還好我們夠先進 那還好中國夠不要臉 因為他最近法國大使講了一句很不要臉的話 台灣為什麼要參加世界衛生組織 他沒有參加活得好好的 防疫也表現那麼好 祖國母親的呵護 那天還不敢講這個 他是在罵法國幾十個議員 支持台灣參加世界衛生大會觀察員 他為了罵他說 你為什麼要參加他自己做得很好啊 我第一次看到這種無賴你知道嗎 那回到美國的角度就是說 如果世界衛生組織可以回到全球的架構 OK大家來做 如果你不能回到全球的架構 那我就要成立一個更有用的防疫組織 那Icare國際民航組織何嘗不是如此 反恐反犯罪的國際刑警組織何況不是如此 那美國除了在推動這以外 其實還有一個真正在推動 我們在外交委員會看到 過去這二十年來 美國太相信中國只要有錢了 科技進步了 參與國際組織了 他就會注重人權跟民主 恐惡阿妹 錯了 我跟美國AIT講過 你們頭根壞掉 那個不可能 他更怕失去這些錢 所以中國人民更甘願 被這個共產政權奴隸 或者被他管制 所以美國現在發現一件事情 他現在過去這二十年的國際組織 都採取共識決 國際行政組織如果投票的話 我敢說超過六成的票 台灣可以參加 國際民航組織如果投票的話 我們也可以拿到過半的票可以參加 世界衛生組織如果可以投票的話 如果認真算起來的話 我們在主流世界是得到過半的票 可是他採取了一個叫做共識決 所以中共只要叫非洲國家 他一些他可以叫得動的國家 出來導彈你就過不了了 所以美國也許開始要推動這個世界 新的國際組織應該要採取所謂的多數決 最近要成立一個經濟組織 就採取多數決 而多數決台灣就不用擔心 中國一旦先參加 他導彈我們就進不去了 像CPTPP 所以多數 整個國際的風向已經在改變了 以前共識決是因為互相包容 後來發現共識決的時候 好的事情 大家會體諒中共 然後我們大家共識 對美國有利的時候 中共都不體諒 就拼命搗蛋 對 所以這些氛圍在變 而且這個變化 以往都是討論 今年應該會在三個月內 會有具體的變化 會有具體的變化 國中哥怎麼辦 現在國際間是不是這樣的一個風向 開始要針對中國來究責 但老實講 什麼所謂的扭倫堡式的審判 是不是有其困難 但我覺得讓台灣加入各個國際組織 甚至加入聯合國 恐怕是對中國最嚴厲的懲罰 當然現在還拿不出 比較實際上的證據 不過這一次全世界失望的人 可能都比那個恐怖 恐怖組織所屠殺的人還多 當然美國就好了 美國花在反恐的這些經費 反恐的這些人力 以及成立國土安全部 所有的心血都沒有這一次 短短這一兩個月疫情這麼嚴重 這樣整個都泡沫化 做為總統當然會生氣嘛 只是川普運氣很好 他沒有像英國的首相強生 以及俄羅斯的普丁人都不見了 所以他還看起來還不錯 還撐得在那裡撐得下去 而且他在修理中國說也是不息不急 都不會很衝動的這樣子啊 跟這個菲律賓的那個總統不大一樣 他是講說會讓美國人民覺得說 這個總統可能還可以信任的 還可以處理這些問題的 他一定會做出報 我剛剛看到中江你在講說 堅錢喔 不要忘了喔 台灣也堅了五百萬喔 台灣也五百萬 馬英九時期 等下五百萬給葉金川可以上去 上台去演講講幾句話啊 所以我們也曾經當過凱子 被他這樣敲被他這樣騙你知道嗎 所以看到這種事情當然生氣 不過班農今天講的話 網路朋友你自己去看看 不是只是這一段 更精彩的一段是 大罵美國前國務卿基辛吉 亨利基辛吉 以及美國的這些政客 拿中國的錢的這些政客 以及有些企業 他說他會一一揭花 他們怎麼樣底下骯髒的這些行為 一定要把這件事情弄清楚 給美國人民知道 這個可厲害了 他講的確實是講這種重點 美國為什麼一直到最後 一直請中請去 一定是有嘛 他到底要揭發什麼 為什麼民主黨的政策 跟中國會那麼接近 誰要負這個責任 等他爆料出來的話 大家傻傻 基辛吉是對中國實在 他今天用了一句詞 就是什麼自由次序 意思就罵那個基辛吉吉 經常拿這個做藉口 美國自己也在檢討 過去的這些親中的路線 所以班農這個個性 我想他說得到會做得到的 同時我們要來看 美國總統川普在記者會上 一名香港鳳凰衛視的女記者 就問她 中國許多的企業 一直捐贈醫療器材 協助對抗疫情 就被川普當場打斷 就質疑你這不是問題 是聲明吧 美國總統川普開記者會 卻槓上提問的鳳凰衛視記者 問題問了半分鐘還沒完 長篇大論 川普不耐煩打斷 指引女記者藉由提問幫中國宣傳 還直接問她替誰工作 好 我們看到這個川普 槓上了這位中國的女記者 我們看到 因為這位女記者就一直講 說這個中國怎麼樣 像是阿里巴巴華為等中國企業 捐贈美國的醫療用品 所以美中的防疫 是不是有合作的呢 那川普就說你這問題 長篇大論 這聽起來像聲明 不像是問題 然後接著就問她 那你這是替誰工作呢 是替中國工作嗎 那他就說 不是喔 他是香港的鳳凰衛視 你怎麼會否定自己是中國香港呢 所以中國網友就說 你是香港記者 用香港記者身份做擋箭牌 丟人現眼 偷雞不成 你是在搞港獨嗎 來名譽怎麼看 這位香港記者 是不是偷雞不著18米咧 確實啦 因為大家會認為說他問的問題啊 就還先把什麼阿里巴巴華為 中國企業捐贈給美國醫療用品 然後先大書特書一翻 所以呢大家才認為說 你這根本就是大外宣 中國派你來做這個大外宣 所以那個川普還很不爽 川普很快就識破了 對對對就戳破他嘛 那坦白講他一直強調說 香港鳳凰衛視是私人企業 不是這個中國媒體 那結果這個網路上馬上就起底 就說香港鳳凰衛視怎麼可能不是官媒 他的本身的這個創辦人 這個劉長樂 本身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官 而且他自己也在這個 接受訪問的時候 曾經就講過說 央視是大哥啊 我是小弟啊 他公開就講過這番話嘛 對啊 所以這個有什麼好否認的 如果再否認下去的話 搞不好回去就被人家說成他是港獨了 那這個這個記者反正就遭殃啊 那回過頭來 為什麼川普現在這麼生氣 因為剛剛上一段就有講到說 現在這個美國死亡人數已經超過了這個911 當年的這個死亡的人數嘛 那現在整個就是疫情控制不住 所以川普現在怪東怪西 還怪到這個WHO身上 他講WHO講說什麼 好假的我沒聽你的 他當時講英文了 他說還好我沒有聽你WHO的 因為WHO當時在1月底的還建議跟他講說 你不可以關閉對中國不能對中國禁航 也不能關閉這個中國的這個邊界的往來啊 他說還好我沒有聽你的 不然我現在的這個疫情可能就是還不止如此 所以他現在很多賬是算在這個WHO身上 那剛剛這個有講過 連川普的律師也出來講嘛 就大罵就說你這個疫情爆發的時候 你中國就開始搜刮這些口罩超過20億啊 還有這個防護衣啊 你根本就等於是他是用一級謀殺 來指控中國政府 現在中國你把正常的口罩 一開始就先搜刮完 結果大家講說你現在就賣出了 都是一些不合格的口罩 我講一個數據真的是嚇死人 他說其實你從1月23號到3月11號 才短短兩個月的時間 中國註冊了幾家口罩企業 5489家 哇 兩端兩個月 發災難財啊 你這個雨後春筍的口罩公司 是可以這樣子去登記 這麼多 先不管你口罩 其實他就剛剛中章你講的 這個人家是有正常的程序嘛 不然我們也不會用這個口罩國家隊 還要徵用 還要這麼多 這幾個月才能做這麼多的 他們突然冒出這麼多來 突然冒出來啊 你知道疫情嚴重 靠這個給賺錢 綁織零售科技食品 所有的這個企業 全部都可以來做口罩 口罩是要有認證的 不是你隨隨便便 好像在路邊攤 就可以做口罩 那問題是說 因為現在大家知道 中國就是口罩的第一生產國 跟出口國嘛 他有的那個大廠啊 訂單太多了 他接不完 所以他乾脆就發包給別人 發包給那個小小的在做 所以才會有 剛剛被人家踢爆講說 什麼你這個在家 這個很髒啊 不戴口罩不戴手套的 也可以來做口罩 而且沒關係喔 你這些人 這些很髒的口罩出來 你沒有認證沒有關係 你可以花錢買證書 不然不用 我就我的那個證書借給你 你就可以相互支援 然後你透過有證書的 這個廠商來出貨 那真的就很可怕 難怪大家會那麼生氣 結果你好的口罩 你先搜刮完 好的你留著自己用 你先把這些不合格口罩 都拿去外銷 對來 在中國的記者 可以滲透到這個 美國白宮記者會 這個鳳凰衛視 其實他的老闆劉長樂 是解放軍 大家都已經很清楚了 而且在中國呢 事實上鳳凰衛視 是可以在中國落地的 但不要忘記喔 共產黨曾經說過一句話 叫所有的媒體呢 黨媒姓黨 就是媒體就有一個姓 都姓黨 所以劉長樂 怎麼可能 不是中國的官媒呢 我在講另外一個例子 現在口罩的問題 今天又多了一個國家 中國賣給奧地利的口罩 被奧地利退貨 因為奧地利 覺得這批的口罩 是劣質品 現在又多了一個國家 奧地利也這樣說 法國也這樣說 英國也這樣說 荷蘭也這樣說 那你中國的口罩 像剛才小玉告訴大家 你中國明知疫情嚴重 你生產那麼多的這個口罩 你想做的是什麼 你是不是想發防疫財 你看中國人有多可惡 災難財 對 一手把這個病毒 散播到全世界 另外一手 還想全世界各國來站起來 這樣就很可憐